延遲編論終結 本日宣誓判決 本判決為他們打開了一個 核定為原住民族 這樣一個大門 但是呢 有關如果核定 這個他的身份要件 以及程序 那這個要由立法者來決定 要經過政治部門 經過民主程序來決定 今天的判決是還給我們一個公益 但是呢 這個也顯示了 這樣子的一個殖民心態 從過去這麼久以來 兩三百年三四百年 一直甚至到中華民國 其實這樣的一個同化政策 它其實是繼續的 所以到我們身上的時候 變成了新尿族 在有個人的身份登記 身份登記要馬上去 面臨到了你是哪一個族 平穆族群 歷經了這四百年來的離散 認同的這一個污名化 再找回認同 可是這樣認同裡面 真的很難去 這麼短短的時間裡面去 自己說我是哪一個族 我覺得是台灣一個 新的一種族群的工程 在這三百年來的 祖父母 全是要為了 祖父母 也會在那一百年來的 祖父母 也會在這一個族群的 祖父母 也會在那一百年來的 祖父母 也會在那一百年來的 祖父母